4月15号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4周年 多家官方媒体一改一往的态度纷纷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并且刊登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聚集纪念胡耀邦的照片 但是胡耀邦家的胡同却被警察封锁 希望拜访祭奠的民众被拦截驱逐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4月15号发表两篇文章 纪念胡耀邦逝世24周年 上海媒体界元老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他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说 在中国改革到了需要很推一步极易猛掌的新的历史时刻 缅怀耀邦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此外中国新闻周刊也刊登了题为胡耀邦至丧与学生游行的回忆文章 其中披露了在胡耀邦去世之后 媒体对于报道规格不知所措的内幕 以及学生运动风雨欲来的历史画面 文章说 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 学生坐满了广场 四周人来人往 他们举着青年斗士 民主领袖 遇写民主等横幅 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不可避免了 据中南海前秘书余梅孙表示 15号他前往位于会计师胡同的胡耀邦家祭店 看到在距离200米远的地方建了一个大铁门 并被警察封锁 有二三十个举着鲜花的访民被拦在外面 余梅孙也被拦住不让进 余梅孙说 警察不断地拍摄录像来了四五辆警车 还来了一个大客车 访民告诉他说 那个大客车是专门拉人的 余梅孙让访民帮他拍照留念 遭到警察驱赶 余梅孙离开之后 听到留守的朋友说 后来访民们都被大客车拉走了 胡耀邦的长子 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 在胡耀邦忌日当天 婉拒了新唐人的采访 但感谢众人纪念先父的心意 咱们先不说了好不好 那个什么时候可以一起见见面 说点很轻松的事好吗 因为今天也来了很多人 我们也知道来人的心情 也感谢大家 余梅孙曾经在国务院担任立法工作十年 他曾向胡耀邦汇报立法工作 当时胡耀邦告诉他 立法无需太多 重要的是要让老百姓记住 1985年的时候 我负责执笔这个 我们国家七五立法规划 那么这个呢 报到姚耀邦那儿去 姚耀邦就说你这个 你这个立法要立那么多法 要三百个法 一个法要三四千字 一个法要一百二十万字 老百姓记得去不过来 这是什么代表 在此之前 胡耀邦也曾经批示说 要防止法律走向反动 1982年的时候 耀邦呢 对我们的六五立法规划 也有个批示 就是法能不能太多 要防止法 要走向反面 要防止 走向反动 不要把法搞出反动了 那么我一直 对耀邦的不以为人 我也认为耀邦是个外行啊 但是九年后 当于梅孙受到 文汇报的陷害入狱之后 警察拒绝给他 看任何法律书籍 他突然明白 胡耀邦对立法的理解 我从那个开庭回来 从警察那儿提审回来 回到牢房 当监委的牢门 那个铁门的 胖的一声在我后面 关上的时候一声巨响 忽然之间我想 我这耀邦是对的 我是错的呀 那个法 连我这个立法工作都掌握不了 和各好和老百姓啊 1989年 胡耀邦逝世后 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 拉开学生民主运动帷幕 并引发1989年 天安门事件 近年来 要求中共平反 天安门事件的呼声 越来越高 有分析人士认为 官媒的纪念文章 赞扬胡耀邦在文革后 为数百万人平反的攻击 这是暗示当局 应该平反六四 新唐人记者 秦雪采访报导 这次是暗示文章事件的